大家好,我神奇的灰白 今天呢,科目二没有考,科目三,科目三没有考过 更准确的来说是全军互没 我们五个人都挂了,都挂了 我想了好多好多东西,我能想象到好多东西 就是很复杂,真的是很复杂这些东西,很深层次很复杂这些东西 今天,咱先说讲 稍微边缘的东西,今天这个天气,咱先从天气聊起 今天这个天气是个阴天 也有点小雨,就是那种下一段时间不下一段时间 我们科三可能160多个人吧,一共考试的 然后呢,合格率,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可能不到三十 然后再说说我嘛,我们五个人是一块的,其中有一个是 在外校,在自己联系的那个教练车练的 练的效果稍微好一点,因为他每天都在练嘛 然后那个车,自己联系的他那个自己联系的车 和那个考试这个车是,款型是一样的 款型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我们剩下的四个 是那种是别的款型的车,然后也按照那种语音那种东西 然后就是模拟,但是考试是另外的那种车了 就,其实这个状态我跟你说,这个是很不好的 我觉得,我自己以为我我击光算尽,我以为我我挺聪明 之前自己请司教炼了两天,我觉得我什么差不太多了 这不是那样,真不是那样,就像这种地主 就像一个游戏的设计者,就像一个游戏的设计者 一定要比你参与在游戏的人要聪明 要机关算计的多 要心机的多 明白吗 就是这种感觉 我学导 我今天这个话可能不太友好 可能对这个社会不太友好 今天这个话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对老百姓不友好 对平民不友好 我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从这个学生我就有这种感受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猜 我不知道是不是 科三就是要 是不是要控制这个考试的 这个通过率 就是要控制到一个程度 就是必须要让大多数人 要挂掉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可能我们有什么根据 为什么我会这么猜呢 这个科三的凶炼场 我跟你说一下 我具体的说一下 这个科三的凶炼场是刚建的 刚建不久的 平时应该吧 平时应该是很少见到这个社会车的 我也觉得 我上一个视频就是昨天晚上录的 我觉得 遇到这个社会车是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大 应该不大 比较偏僻 是一个城市的边边边边边地区 一个角 就是这边这个角 这边这个角 就是四个边 这边这个边 然后呢 今天啊 正好就有个大车 这个不是我 我遇到的 就是在一号那个车道 正好有个大车 就在那个 我们学员考考试的一号道的那个那个边缘 正好就能就能刮刮到 正好就能碰到 正好让他挂了 然后那个车道呢 呃就就被分了一段时间 处理这个事情了 那后面呢 如果说后面那个有别的车跟在他很近 那也就挂了 因为那个处理的很长时间 处理的我看 就是好几轮 好几好几个学员的 这个好几轮了 最起码我看你有半个小时吧 因为我们从从八点多 考考到十一点就考完了 一百六十个人 呃 二十五个车 同时就是 考考一个过一个 考一个 就是说考一个 或者说 考一个挂一个那种 反正就是 龙得很很快 十一点半差不多就完了 然后 呃 我啊 就是说我的情况 我跑到三号道 三号道是中间那条道 走到直线的时候啊 前面有个社会车 直线的那个那段区间里 我那会儿其实 我前面还有 还有一辆车 还有一辆就是也是雪花车 他他已经跑进这个直线里头了 我在他后边 我我我离得很远了 就是说我师母他考完再说 我正准备起步呀 他挂了 他就停了不动了 就下来人了 我知道挂了 我就等等 我等等之后 等他开好 开完了之后 前面有的有那那个车 就是那种我以为啊 我以为刚开始看还稍微稍微有点远 看起来也是白车 也像那种考试车 我我就心思路等等 等了等了好长时间 他不走 完了 我我说可能快走呀 我那会儿是那种想法 我可能想的也不对 我可能快走呀 我就我就我就冲 我就我就慢慢开开开开 哎 越开就是我已经走到那个直线行驶那条路上 我不能停啊 我越走 我还因为我那个习惯性 我必须是那种加油的那种方式 我加油 然后又不敢踩油门 又敢又想家又不想 就就就那段晃悠的 犹豫一段时间 怕车一晃 然后就是就挂了 就第一把就挂了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奇葩的是 我一挂 就那个语音一爆 那个车就走了 那这个社会车 我走走近 我才发现他这个车社会车 我挺生气的啊 就就一下就碰到这个社会车了 然后我我再跟你说另一个情况 呃 我我有个 就是呃 同样也是学员 我的我的一个 一个同样练习的一个女女学员 她也碰到那个社会车 她在另二号道 拐弯的时候 好像她碰到那个车干扰了她一下 也是那个车 好像也是一个白的一个那种车 然后她也挂了 第一次也是这样挂 我就怀疑一个事情 我还当时我还问问教练 我是啥情况 这个这个车 不让说话 就人家不说话 人家不理你 哎我就很生气啊 我真的是 你说会不会 你说这是社会人吗 还是说这个 我可能猜的不对啊 可能你说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关专门这种驾校就是 就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说他又不理你你知道吗 他他就现在就是这个驾校就规定的不许和学校说话 就是你就是好多就刚考试的时候你好多东西不知道他就不让跟学校说话 学校啥都不知道有时候就这个政策是谁定了就是很不科学呀 对不对 我发现现在啊 我就跟你说这个社会就是很复杂这个东西你好好想想西四季口很复杂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就这个事情真的和这个女人要彩礼是一个道理的他要了彩礼就就说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但是是一样的道理他要了彩礼了然后就说哎他要安全感要什么要要要要好那个啥这一样呀 他把把你学而亨这个教练就是有有什么问题问他就不知道的为了为了让你更好的考试为了不让你作弊为了行人的安全 你想想这个事情对比一下你想想这个这个社会现象 但是为啥呢吃灰的都是我们我们这些这种人就是你要你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做一个可能不太恰恶就是说你要成为社会的一员 你是要做一个奉献者但是吃灰的都是这个奉献者你明白吗 我觉得开车我觉得开车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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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这个奉献者就是你你就是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的社会一员 就是这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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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献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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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但是这个这个身份就是被剥削的这种身份我就有这种感觉就完全就 其实 他说了好多话其实并不是说为了别人更好 就是 哎我不知道我我我我我我说这个 你们明明明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很气愤啊 我刚开始上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跑哪条哪条线我说这咋看这个呢你都不理我看了半天我天了我我要再再往这可能就要挂你一会那个心心情就很不好就这咋弄啊然后你看看了半天然后哎你要是我我倒是不知道他这个多长时间就是有有那个起步时间没有 就我告诉你啊那个三号线就那么就一个那有那个屏幕了吗就是有那个呃就是这边有个那个屏幕你看了吧就那么一点点小字就写写的那个哎写的三号线什么 哎我天哪真的 就合不好你你哪条线你把它写的大点就不行吗就是哎我就觉得这个设计是可不合理呢你你真正在在路上你根本就不是说我告诉你啊我我一个过来人你根本就不是说你的你的技术问题挂了你知道吗都是这种 就是哎就就好像那种真的是小打小闹就一个小打就好像男人和女人一样这种小打小闹就是哎就就好像女人说一句啊你不疼我怎么怎么样我要跟你离婚你以为是去玩笑话他真跟你离婚就这种感觉就小题大做你知道吗真是小题大做那个我我告诉你我的第二次挂是怎么挂的真的能气死你 呃掉头掉头就是到了那个头那有个路线要掉头吗掉头肯定要打转向灯我打左转向灯我我摁下去了我刚一摁下去自己弹回来了 弹回来我再摁不动了你你见过这种情况吗我这是我这是用考试车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跟你们说一说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奇发的现象怎么办 然后我摁下去了然后跳起来了我再摁不下去了然后你再听那个有个那个转盘表的嘛滴答滴答滴答好像就是打打了转向灯那个声音一直有 一直有我就我就想哎是不是这样也算也算打了这个转向灯了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然后前面那个人正好就正好转过去了我也就转一转一出那个头说我没打转向灯扣一百分我就下车两次机会下车了 我就挂了 你说你这什么什么感觉你说我我我我哎呀我真的是我这个话我我跟那些就是他们说这个话他们都笑我呢说你你在骗人说一般人不会相信你我说我说你们信不信他说我我们和你一样考考试的人就信我我说我我说我说我说的是真的我发誓 我们那骗你然后我我告诉你我们的第一个学员那个他倒是练得不好他本来就就一直就练得不好我们那三个我们那四个就已经有个有个女的他已经是把把其实其实模拟的时候他就基本上能做到把把过但是他也他今天也没过就是他他停车就是停的有点压向这是这也是当然是毛病就是错了但是他有点可惜吗 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可惜呀我那个灯光第一把是被被社会车给那啥给拦住了真的我就遇到这个社会车了那个女的也遇到了那个小女孩 第二把是那个啥那个灯光就摁不下去你说我就真的是被那种哎呀真的是你你你只要是这个这个考场就是说最差的一种结果绝对会让我碰上我就是这种人我觉得好多次了你看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碰见那个二婚的女的又是二婚又是大龄的我我碰上最后我我我结局很凄惨然后这个考试也是 其实我都能猜测得到我科二的时候也也也挂了两次就是说哎呀都是那种哎就那个就不说反正就是就我是绝对不可能一下就过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呀你再心机重你都你计算了再多你再努力就不行反正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那个那个有有个老大爷他他本来就是灯光就练得不好所以说他没没有没有起步他就已经挂了那是一个第一个然后 那个四十来岁的那个男人他是第一把是他他那个灯光都做对了但是他没有既安全带挂了第一把第二把是走出那个大铁大门然后他挂档他说那个档很硬他挂挂档像下一挂挂二档挂成四档他说很硬挂不动我说我开始不相信但是后来我想起我那个情况就摁不下去我觉得我信他说的话挂档挂不下去 就挂不到二档就很硬我我信我我信他虽然说很奇怪这种现象但是你说这种情况你在列车的时候你从来没碰见过但是你一考试的时候就就就就这么奇葩我我信他说的话我我肯定信然后那个女的呃就那个小女孩啊我这不是两个我我一个还有那那个老男人还有那个四十岁我们三个了啊 这都挂了然后那个小女孩是怎么挂的呢他第一次是被那个社会车干扰了就是干扰我那个干扰到又让我去干扰他了他那个转弯就就就就就就反正出错了 呃呃第二把是什么呢他他就是也是也是也是那个掉头 然后刚说完这个掉头他打了转向灯了他他他他这个情况跟我不一样他打下去了他摁下去了 呃然后也是他停了停了个车停了个车就是说前面有有辆车通过就那段时间他那个转向灯绝对超过三秒了 然后他一出去那个语音提示未超过三秒扣一百分不合格第二把挂了 然后那个呃那个老女人第一把是那种快过了第二把他他心态炸了可能就是路上就出了点情况就就没过我们五个人都挂了就是这种情况 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想想 我觉得我们虽然练车的时候不是用这种呃就是跟那个考试车同款类型的车考的但是呃 我觉得不是说那种操作的问题不是操作的问题这个车他有问题呀这个车这个车有问题你知道吗 我我们驾校不就很一般啊很一般他用的车也也不行可能那些吧又贵 别的驾校可能 一一两百块钱能跑三圈我们驾下两百块钱只能只能跑两圈就是比别人就是成本高可能很多就是我们练的少很多但是车车也不好车也不是那种同款的车你有很多东西就不不习惯啊这这我 我也承认就像我们那个车他脸踩踩离合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些详细的就是停车了踩离合嘛踩住离合踩住刹车你就起步嘛松松离合松到那个半自动就是半自动就是车在晃动的时候再再从那个刹车 慢慢的平稳起步往前走再再完全松这个离合 这是起步 那个考试车是什么样子你松离合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车车一点都不震动你都不知道那个离合点在哪 我起步的时候这样一下就给就给熄火了第一次第二次知道点了就是没有熄火但是但是车车晃动扣了五分第一把扣十分第二把扣五分这都是起步 哎 就是说这种经验嘛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这个事情啊就是很 嗯 我觉得啊我觉得有这种感觉我觉得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我就是反正有这种感觉 今天这个胜率不高有社会车我就觉得这个社会车不简单 不是说那么那么偶然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他干扰了我和那个我那个 同样学学生的那个女学员我觉得好多人都应该被干扰了他前面我我前面那个那个那个学员也是被那个社会车干扰了一下 我这都三个人了我知道我看到的啊还有那个大大大拉煤车那个斗也干扰了一个一个两三个吧可能 这都六六七个了吧还有别的好多我觉得 可能都被干扰了是不是这也算一个测试呢是不是 但是你这种测试测试对一个就是刚刚接触车不久的一个新学员来这种测试你觉得公平吗 你就是说的大一两点你就说哎你我们测试你这个其实是为你们好为了为了让你车车技更好更娴熟为了这个广大平民的这种安全 你们不觉得如果是他们有这种理由去去让就坑我们的话你们不觉得很卑鄙吗就是说 我们根本就是那种那种太无辜了就你根本就是你你被别就给人给人感觉你被别人污蔑了做了什么事情你还没有一个狡辩的机会你就已经被判判刑了就是那种感觉你完全没有办法 当然了有好多人就说为啥那个人家那百分之三十能过呢 那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还能能让所有的人都不过吗 我对不起我说的只要你要做这些事情你还能让所有的人都不过吗 真的所以说看我视频的人我提醒你 你会遇到像我说的这种事最好是如果是遇到我这种事就是这种这种情况你摁不下去你自己想办法吧反正必须得摁下去你才能走 你跟那个车上那个安全员说没有用他不会理你的就是不知道谁定的这个政策就是就是说安全员和你说话就是你有什么问题问他就好像是作弊了 就这个本来就很奇葩不知道是谁定的这种东西你觉得合理吗 对不对你本来就是一个新学员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是考试然后你遇到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你考试的机制啊咱就不说这个开车的问题考试的很多机制车车有什么毛病 你不知道你问他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就变成了就是说好像作弊了这种就是防作弊但其实是防你过就是说给你制造麻烦的其实 就好像药材里真的能给给你女孩就是带来这种好处吗就是说安全感吗啊你你不跟你一个驾驶就是说这个安全员不跟你说话真的能能给这个 广大平民带来这种安全吗 不能的吗肯定啊就是你觉得这这个这个联系根本就是很 很中国我真的我现在我就要中国式这个词来形容很中国式的联系中国式的这种联系本来就是逻辑不通的你知道吗 就这个贬意思不是个包意思 中国人有好多优点但是说这个内选就是说这种底层人坑底层人的这种现象真的是好好奇葩啊我觉得国家给给了好多这个这个呃 这个单位这种机这种权利啊有了这种权利的这些单位呀机制呀包括个人他就会滥用这种职权滥用这种权利就是用那种下三滥的手法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在在在剥削剥削平补人民我就有这种感觉 就你平时那个车就就社会车我我们在练习的时候都很难遇到那种社会车就是那种情况了就挡在道路中间你你觉得可能吗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有点阴谋的感觉有点阴谋的感觉真的 虽然说我我也能猜得到我可能会不过但是这个不过的呃这个原因让我有点有点就是看不懂看不懂 那你你按那个你按不下去你怎么办你你你问没人管你就是说这个这个事情就不是你的问题呀你这个车而且前面有个车 那到时候我也我也没有反应过来我应该按喇叭我应该多我没我还我以为是那个也是考试有点像有点像真的是有点像也是白的稍微走得快离得近才看出来是个社会车 但是到时候你已经走进这个直线区了你你稍微动一下就不平衡就已经挂了你就是这种状态你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 你像我像那个那个那个和我一样的学员40来岁那个他那个党他说挂不挂不到二党我真信你们觉得好像哎肯定是没没弄好但是我信我那个车是五号车五号车挂了好几个人过得我我印象当中好像挺挺少的甚至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啊感觉 他们也在猜是不是会有这种内幕啊什么的我我觉得过的几率这么低 三十我觉得可能也有啊但是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是在剥削 呃就是平民就是说这个平民已经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我还真的 你心里有苦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真的欲哭无泪 你现在你有满腔的热血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为什么中国的什么科学就是不就是 就是说留不住科学家呀留不住这样留不住这个人才那个人才是有原因的真的是有原因的我我就有这种感觉啊我我我我这个人说话直 我就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个社会有太多复杂的东西了我敢说这些 这是我通过一场考科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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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那种那种麻木的那种那种那种环境里我我能体会得到的真麻木不是我真的是有点有点失望我不是说为了那点钱我真有点失望啊真的很麻木 我我我能预计得到我可能会考失败但是不是这种话吧你哪怕我我做家家家的我做的我手抖了 这个家家呢我没做好也算是就不是说你技术的问题你明白吧就说的不好听点你买个车你还能磨合几天了吗你对这个车熟啊你那个车你随便拿来个车有可能是各种故障的那种车你都不知道呀你中间有故障你怎么办呀 这个责任谁谁谁谁谁谁谁对不对难道也也也怨我们这种开车的人吗对不对那要这么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本着这个公平的公正的角度来说我们自己应该就是说开自己的自己的车我们都熟悉对不对因为真正上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开别人车我开别人车干什么我们开自己的车吗对不对 我们也不可能开烂车上车对不对 就现在让我感觉这个社会啊谁有了权利谁就会乱买就这种感觉谁有了权利谁就会乱买 可能我猜的不对啊可能我没有证据啊我没有证据但是我有感受我那个感受就很直观 我有那个感受我就现在我的疑问我是解决解释解释不了那个那个那个现象去了那了为什么那个车在那就压着那条道不走我一挂他就走了为什么呢 对不对为什么那个车到了那个我我那个女女女学员的那个跟我跟我一样女学员到他那了为什么干扰一下他 为什么 我有点不理解啊就那个车就完全就是他没有任何就是他飘到这个在这个道路当中他没有任何任何的这种规律就是说他 他他想停就停那了要么就走了 对不对那个那个摁那个摁下去了为什么他他是摁下去了明明等了个杀就是 刹车刹了好长时间为什么一过去了还是时间不够三秒我那个为什么就摁下去摁下去直接弹起来了 再摁不动了为什么我不理解这些 所以说嘛我就奋献所有考三科三的这些人啊你们可能会遇到和我们相同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解释不了我我今天刚遇到的可能以后我会知道哦这种情况下也是没有摁下去这个这个灯呃这个灯光 就是转向的没有没有摁下去算不算不过绝对不能过我就想办法跟他摁下去哪怕我拿拿拳头把他倒下去 我只能用这种方法你摁不下去呀 左转向左转向你摁不下去呀你怎么办 摁下去直接给这个弹弹起来你根本就就不会预见到这种情况下说别人好多人都说这种哎什么直线呀什么加进的这个 这是基础操作一般一般我觉得说这种这些情况下挂的那是确实不会说有太大的怨言 那因为那是操作性的问题但是你遇到我们那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没法说理呀你就挂了就挂了我们这个架效还是这种情况呢你挂了 你再必须你交六百块钱的模拟费模拟一个小时两百块钱模拟三个小时你才能考呢 人家别的学校我今天就是问了一下人家还剩着啥就交一千块钱就包包后面的所有的这种模拟 就是挂了以后也不用在家模拟费来就无限可以链你看这种待遇就就不一样嘛 你看我们我们被客户了我现在我都花了四千七了 就不算别的费就是光交钱光给这个架效交钱这种钱那种钱加四千七了 然后我再教在在想办法就是转到那个架效嘛因为人家那个车专业也便宜也实惠也更好就是转过去五千七了有的我们那几个人都都要这样了要没办法呀对不对我就是这次唯一唯一欣慰的是我们五个都挂了我们能能在一块就是能打车来呢因为我们我们这个地方落后我们在 从装里我们练车考试是在市里头那个就是 就是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你必须去打车去 所以说我们四个人打车一人就四十块钱一人十块钱还算便宜能接受得着如果是一个人呢你想想你要去了一个人就四十块钱 来一次四十回一次四十就是八十块钱你一天就得花八十块钱 然后你你练你你在你想你算算的就很准了你八天的话就十天的话就八百块钱嘛 有还是那个钱你就省不了就是很费钱就是 也也也算是你说这次这个情况也算信用也算不信用 我觉得啊我姑妈我们这十天下次这十天我们我们几个都能过因为你练着十天的这个这个量啊每天三圈每天三圈的话可能就更熟悉 而且用他那个考试车而且到时候你第一次于考试遇到的这种情况下你一定会想办法再去试的 你像那个左右转向的我肯定会试我甚至会很用力的去试我看你谈谈不谈我看你按不按下去我肯定会这样的 但是我我就是觉得这种收人头这种感觉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根据但是有这种感觉就可能下一次就就很熟了可能每个人每个这个学员都要都要有这种机制吧可能就我我猜可能是不是有这种机制 就是故意就是我猜的我没有根据但是我会有这种感受有感受我就会说出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感受是不是空穴来风的就是这种感觉可能下一次就没有这么这么这么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么这么不舒服了就是可能顺利一点真的就是那种技术性的东西啊就是说我 我给那些家要考课三又没考的那些人技术性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好多那种奇葩的事情会遇到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你就你要注意了就我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反正就是前面有车你就改狂乱喇叭就一定要把它弄走不弄走你就不走别管后面车挤了有多少你就不走没办法呀别人要坑你你你你没办法然后像我那个那个灯谈不下去你就想办法把它谈哪怕把那个弄断 弄断了哪怕给它弄断了呢把他弄断了你还有个说法就说哎你看他下不去你并不是说不明白这个道理我那会真的就是说我以为弄成那个程度他已经下去了他因为那个滴答滴答响开了但是他没有下去所以说遇到我那种情况就那种方法然后我那个女女女女我一块学生那个女的那个小女孩遇到那种情况 哎我也不知道咋咋咋了他那个系统错了还是咋了就是 你按着那个语音提示的也也摁了但是就是说没没够三秒那摁了就那种情况下肯定是够三秒了又停了一个车过去那个时间肯定是够了 那那种情况下你就多停会呗停上半个小时再走吧 对不对我就不相信停半个小时他还敢说不够三秒 对不对剩下的那几个人的那种就是说 那就是基础那个知识就是能力就是没有没有基本功不扎实啊什么灯光那种没按对那就基本功的问题 什么忘带这种安全带这是这是初心大意然后那个那个朋友就是说他说他那个太硬了那你就用劲 就是看也用劲用劲用劲给他弄弄到那个二党去管他弄哪怕给他给他掰烂了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真希望咱们底层人 咱们这个社会的底层人 咱们互相团结好吗 咱们好好互相团结 咱们 咱们不爱自己了 那么谁爱咱们 咱们呢 咱们都生活的不容易 咱们生活的不容易 那么看到一个人很可怜 我求你啊我求你真的我在这个视频我 认真正重其事的说 说一句我求你你帮帮他 因为你和他是一类的人 你和他都同样是底层 你不要看见底层你就觉得 你排斥他你看不起他你吐他吐气他两口 你在你在雪上加霜想你不要这样 也许你今天能帮他一下 也许他明天就会帮你一下底层人应该互相帮助 咱们真的是 没有任何的 这种拳呀力的这种东西 咱们 和 真的是分 分阶层了人家这个上层阶层真的就和咱们就不是一个阶层真不一样 所以说我在这我就 我就说我不会就是说高攀那种上层的那种那种人 除非这个上层的人他他有这种同理性 他能明白这个底层人的不容易 有同情心 那么我也会看他一样 但是说没有同情心的这些人我根本就 哎 对不对 我今天说了很多 我也想想到了很多很远 但是 总归是围绕这个科三这个没考过我的心情不好的抒发的一些 呃可以说是胡话吧 我也不敢说我说的 对 可能很可能很错 可能 政治正确认识不到位 可能 可能说了中国的好多这个 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些好多这个现象我不理解啊 我年轻 我不懂事 我说了一些这些的话 我也在这个视频的结尾我道歉 因为我也不敢得罪这种 就是这种国家有权力权力的这种阶层这些人我怕得罪 真的得罪了你你就没有好果子吃我也怕得罪我怕 我承认 但是 我也会说说我就是这种感受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就很直观 但是我也我也承认我可能说的不对啊我也是道歉 但这个视频我会发出去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也是希望 中国的上传下下我都希望真的能够团结有爱都 团结有爱真的团结有爱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希望 通过这个视频就是那种即将要考科三的那些人 我希望你们过去不要不要像我一向遇到这个问题傻眼了 不要觉得 就是晃到你到底按不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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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你该按就按 不要犹豫 他挡你的路你就就按你要不按的话你就挂了 也许真的是 也是也算一道考验的 人家没说 对不对 你看你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在在这个现实当中是 是容易遇到的 只是咱们新手 咱们傻眼 咱们一下就好像 就蒙了 就是那种 所以说嘛 考了一次我 我得到了很多意外的一些 一些收获啊 就是 思想上 包括这种 遇事该怎么解决的一些 一些想法 变化 我希望这个即将考三科三的人啊 你们我希望你们过 也希望你们也能继续关注我的视频 我会发一些 公正公公平 有益的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